在诺诺蒙看战役后上任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金美智郎 开始并没有被列入28名甲级战犯名单 后经苏联代表强烈要求才被列入战犯名单内 1948年11月 梅金美智郎以甲级战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一年后他因患癌症病死在东京巢鸦监狱 在1931年8月 担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凡 主持策划了918事变 炮制扶持了围满中国 身居军事外交要职 掌握了大量国家秘密 深感战争罪责重大 在盟军下达逮捕令后 70岁的本庄凡 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日本陆军大将南次郎 曾与板员郑次郎一起策划了918事变 并在1934年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后 疯狂策划华北无省自治 南次郎是第一批被逮捕的28名甲级战犯之一 被判无期徒刑 1954年贾事处于第二年病死家中 板员郑次郎 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先驱的屠夫 从1917年起就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1928年他升任关东军参谋 正是他主谋策划了让中国东北陷入苦难的918事变 1948年12月23日 板员郑次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 处以绞刑 同样是间谍出身的土匪袁贤二 曾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 是他亲自跑到天津 把溥仪劫持到东北 建立了围满傀儡政权 日本战败后 盟军逮捕了甲级战犯土匪袁贤二 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 在东京朝押监狱被执行较刑 日本关东军中最阴险的参谋 918事变的主谋石元婉儿 却因为和东条英姬政见不合 关系不好 反而没被划入东京审判的行列 1945年8月15日 石元婉儿因膀胱癌死于家中 恶贯满盈的石井四郎 在被审判的时候抛出了他的最后一个算盘 他利用手头掌握的731部队的绝密研究成果和资料 与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盟军统帅迈克阿瑟 做了一笔交易 再将这些用罪恶残暴的手段获得的资料 交给了盟军 因此获得了迈克阿瑟的庇护 石井四郎最终逃离了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959年10月9日 石井四郎因患喉癌 死于东京 另有50万被俘虏的关东军下级军官和士兵 为苏军送往寒冷的西伯利亚做苦役 直到1949年才被遣返回国 至此 这伙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这支由日本军国主义教化的罪恶部队 完全被历史所唾弃